杀神一刀斩 这是杀神一刀斩和雪飘人间的巅峰对决 也是柳生飘旭与柳生弹马首的妇女之战 就在不久前 因为柳生飘旭的背叛 导致柳生弹马首败在断天涯的手下 柳生飘旭本以为事情告一段落 可以跟父亲一起返回扶桑 谁知他回到住处时 发现师兄弟全部切腹自尽 父亲柳生弹马首身着白衣 也在准备切腹仪式 父亲 你们为什么要切腹 柳生飘旭虽然深爱着断天涯 却没想要害死柳生弹马首 他表示只要柳生弹马首停止切腹 无论什么要求都会答应柳生弹马首 柳生弹马首趁热打铁 让柳生飘旭发下了毒誓 次日清晨 柳生飘旭找到了断天涯 要断天涯交出三日去攻散的解药 并且替柳生弹马首下战书 约断天涯今日黄昏 在柳生雪姬的衣冠肿前决意死战 断马首恢复失程功力的话 断天涯答应了柳生弹马首的腰战 将三日去攻散的解药交给柳生飘旭 柳生弹马首得到解药后 不出半日就恢复了石成功力 带着柳生飘旭来到了约战地点 断天涯早就在此等候多时 要与柳生弹马首做一个了结 柳生弹马首和断天涯两人 纷纷拔出武士刀 迅速冲向对方展开激战 这即使年轻一代与老一辈的较量 也是一鹤派与假鹤派的忍者对决 正所谓将还是老的辣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断天涯落入了下风 上官海棠的话音刚落 断天涯察觉到了不对劲 柳生弹马首不过是几天未见 功力竟然突飞猛进 只见柳生弹马首约上半空 用尽全力一刀挥斩而下 趁着断天涯防守之际 用出连环腿将其击退 而后又是一套夺命剪刀腿 轻松将断天涯掀翻在地 断天涯就此落入绝对下风 根本无法发起反击 若是继续厮杀下去 必定会死在柳生弹马首的手下 深爱着断天涯的柳生飘续健壮 竟然出手攻向了父亲柳生弹马首 真不愧是漏风的小棉袄 上官海棠找出了柳生弹马首功力大增的原因 竟然是用出了牺牲寿命的金针刺血 而柳生弹马首被柳生飘续气得不轻 明明前不久才发下毒誓 会答应自己的任何要求 现在为了一个断天涯 竟然不惜反叛对自己出手 胜怒之下的柳生弹马首 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杀了柳生飘续这个五亿米 柳生飘续得到了柳生弹马首九成的真传 实力还要在断天涯之上 可却依旧不是柳生弹马首的对手 在柳生弹马首的手下显向还生 断天涯见柳生飘续遭遇生死危机 连忙飞身加入战场 替柳生飘续解除了危机 杀神一刀扎语 松战王 disturb Então hot 勇敢 隐住人间 他 吓死我 蛮子 父亲 我杀了我的父亲 姚絮 姚絮